NAS函数用的比较少 主要就是它跟if按确定之后 这个什么叫NAS函数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条件是 是否为硕士 先关闭好了 我们练习下面这个就好 因为上面下面一样 最后如果合格 这个合格跟不合格 条件这两个 那这里的话 第一个也是用if 最近使用过if按确定 那在这里面的话 加上一个NAS 所以在这里前面 NAS函数 那这里NO 往下找NAS 那NAS的话就是 本来是true 本来是false变成true true变成false 两个颠倒过来 按确定 那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主管 这个学历 学历部分的话 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呢 如果等于硕士 等于硕士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 硕士 好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工资还没完成一样 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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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删掉以后 if 然后呢再回到if的地方 好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呢 本来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 应该是这里 在这里填入 对不对 现在刚好颠倒 上下颠倒 所以要填到下面 那如果说呢 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呢 那在这边合格 刚好上下颠倒 就对了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 也就是说达到那个 颠倒逻辑的这个作用 那使用的状况 当然不多 不过有的时候 如果刚好你需要颠倒逻辑的话 就可以用Nut的方式来做 最后把它稍微制装一下 合格不合格 那同样的方式 在那个 云端式算表也是一样 这边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